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还是相当严峻 不过求职找个好工作还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基隆就业中心将在6月14号早上10点到下午2点之间 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三楼举办现场真材活动 总共有包括原装玻璃、莲花食品和首次参加真材活动的中家数位等 北北基37家厂商提供1380个职缺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把握机会 基隆就业中心在6月14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 在基隆的长龙桂冠酒店 我们举办了一个现场的一个真材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主要的名称的就是 2022我们虎年新风气职场新契机 这个现场真材活动 那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总共有37家的厂商参加 那有1380个职缺 那所以我们有需要求职的民众不管你是代业或是转业呢 都欢迎你到现场来 那在到现场呢我们可以直接跟厂商做一个面试 那也不需要有一些等待通知的一个时间 那所以这机会呢不要错过 那当中里面我们所有这些1380个职缺里面 包括了有六大类 有包括我们的制造业啦 我们的零售业服务业 还有我们的物流等等 那这些行业呢其实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薪知 还有很好的一些职缺 所以这一次的现场真材活动呢 我们有第一次参加的厂商 包括我们的中家宿卫 那另外还在大五轮工业区里面呢 就包括我们的圆章玻璃呀 或是我们的联华食品等等 那这些大的厂家呢都有参与到这一次的一个现场真材活动 所以希望我们在想要求职或想要转业的朋友呢 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基隆就业中心进一步表示 这场定名为2022虎年新风气职场新契机的现场真材活动 也将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 活动现场将全面量测额温 备有酒精喷洒现场民众双手 也要求厂商代表和应征民众配戴口罩 请洗手 希望落实防疫也兼顾民众找工作的需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网站那里